6个月的纯母乳未养,已渐渐成为现代产妇耳熟能详的育儿城市,但是真正能达到这个目标的,统计结果却并不理想,除其因特殊原因主动放弃之外,很多产妇的确是没有足够的奶来喂养婴儿,分析这些缺奶情况,绝大部分并不是因为产妇的生理功能无法实现正常哺乳,而是由于一些错误的做法造成产妇缺奶。 要实现成功的纯母乳未养,必须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,三早,早养,早瞬息,早接触,分娩后的前几天,产妇因为身体失落或者产伤,头部产后的疼痛,或者母婴被隔离,没有及时开始喂奶,而分娩后,胎盘脱出,泌乳素就开始分泌,如果在一段时间内,乳房没有获得吸水的良性刺激, 泌乳素的分泌又会慢慢下降,随之鼠之的分泌就会减少,按需喂养,新生儿哺乳经按需进行,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定,要掌握正确的喂奶方法,开始喂奶时间间隔要短,一般在30分钟至一小时,母乳分泌有一个过程,一般量有少到多, 为了能让新生儿吃到更多的出乳,刚开始喂奶的时候,产妇不宜严格限制新生儿提食的时间和量,最好根据提需要喂养,随着时间的推移,产妇在渐渐摸索婴儿的稀释规律,不要在下奶味畅食,让产妇饮用过多汤类,在秘乳机器没有充分启动以前, 很多产妇会在亲人的关心下,短时间内喝下很多猪鸡汤,鱼汤,鸡汤等下奶的补汤, 过量的营养物质和胶原蛋白的摄入,会使乳汁在乳管内变得浓稠难以流动,不但不容易急失太空,阻碍新生的乳汁, 而且停止的乳汁很容易感染细菌,造成急性乳性炎,现在市场上很多药食同源的下奶产品, 效果也挺好的,比如说,书一多,兼具同乳下奶催乳,宝妈们在傻食合理的情况下, 选择催乳的方式,一定要确认好没有副作用,避免对宝宝的伤害, 为奶后要让产妇及时排空于奶,有的产妇认为奶水存在乳房里, 因而这次吃不完还可以下次吃,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,乳房的功能不像库房而更像厂房, 就像大量产品堆的厂房里,只会影响生产一样,乳房是个非常精妙的供需器官, 婴儿吸水的越多,就是需要的越多,乳汁分泌的也就越多, 排空乳房的动作类似于婴儿的吸水刺激,可促使乳汁分泌, 每次充分补乳后,因几进乳房内的鱼满,充分排空乳房,会有效刺激更多乳汁的分泌, 不要过早的混合喂养,有些产妇总担心婴儿吃不饱,是不是奶不够, 怎么好像吃不着了还要吃呢? 于是心软的产妇,往往采取了混合喂养,而婴儿一旦奇怪了奶瓶, 就逐渐不愿意再吃产妇的奶,缺少吸水的乳房,很快就会减少乳汁的分泌, 所以,高级母药护理师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,树立母乳养的信心, 母乳未养最大的障碍,不是年龄,不是机体差异,更不可能是外界阻异, 而是来自产妇内心的沮丧,娇气或脆弱,只有产妇的信心,无私和坚韧, 才是乳汁源源不断的根源,做好母亲乳房的护理,做好胸膝和产后乳房保健工作, 对保持母乳胃养也很重要,如果在哺乳过程中,出现了猪乳、乳头剧烈等情况, 而不能继续喂养,时间长了,乳汁的分泌也会慢慢变少。 所以,在喂奶瓶或挤奶瓶护理师应用时热毛筋敷乳房, 以利润婴儿吸血或者挤奶,有条件的,要给产妇做些按摩和辅助, 以保持乳房健康,切勿用酒精、肥皂等为乳头消毒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